人生鸟 鸟字有人解释为瞎了一只眼睛 可能是根据字形扫目而来的 其实并不怎么允荡 只是如今已经约定俗成了 也就都认为鸟是瞎了一只眼睛的一字 其实鸟的本意是指眼眶内见 以至于一只眼睛显得小些 也就如同词原中所指的一目小也 以及在《易经》当中所说的 鸟能是不足以有名也 后来便引申为细是 也就是宁是住是的意思 如汉书续传 梨楼渺目于毫目 这是说梨楼是古代目力敏锐的人 能够查毫目于摆布之外 所以剧中的渺目就是细事 另外渺又可以引申作形容细微细小的样子 如史记孟长君列传 史以薛公为魁然也 今世之乃渺小丈夫儿 意思是说 我们初以为薛公是一个体格魁梧的人物 可是如今一看 竟然是一个小不底儿的男子罢了 苗苗是高远的意思 如陆基文复当中有 至苗苗而凌云的句子 苗又是字迁之词 如汉书昭地记 正以苗身获保宗庙 苗思则是精细的思考 跟苗字同音 还有这个水部的苗字 这个苗是指水流辽远 一望无际的意思 如苗芒是烟波辽阔的样子 伪装的诗 辅桑已在渺茫中 家在辅桑东耿东 苏氏的前置必富有 即富有于天地 渺沧海之一宿 最终的苗字 则又含有飘无苗竹 另外还有这个木部的苗 国语珠英也是猫瑶苗 复林的尽头 月苗岁苗 就是月底年底 所以影响末了的 是各有其意义 所以在运用的时候 要请您尊与提供 今天就介绍到这儿了 非常谢谢您的收看 明天再见 明天啊 明天啊 明天